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函数返回值中的如果返回基本数据类型的话 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那么函数返回基本数据类型应该算是一个最简单或者最普通的一种方式 那么最简单方式就是我们函数声明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把它声明成一个什么,一个返回INT值 然后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地方构造什么 构造出它的一个什么,一个INT的一个空间就可以 然后通过什么,通过Return,然后把这个空间给它什么,传给它就可以 所以基本数据类型应该说是最最普通的 而且要注意,这个基本数据类型一般都是什么,INT,CHAR,SHOT,FLOT,Dobl这些 那么对于我们什么,宿主空间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当然了,基本数据类型中还包含一个数据类型叫结构体 也说我们在返回基本数据的这样一种标准一个类型过后 其实还有一种类型叫结构体 就是STRUCTOR,ABC,然后我们FUN,这样来传 当然这样传呢,我们说一下 这样的复值方式或者这样的返回值方式 其实在我们讲输入参数的时候已经给大家提过 这种方式在工程中是一般不建议使用的 为什么这样理解,我们来看 函数呢,我们说不管输入参数还是返回值 你都可以认为在我们的真正的函数的内容框架的前面 有一个input空间和output空间,就是return空间 那么如果我return结构体,那很显然结构体假如有1000个字节 那我这个return的时候,是不是首先在先来有1000个字节的这个东西给我才行 对不对,然后其次,那么我们的上层函数在收到这个空间过后 它是不是要接收,那我们用等号进行处置化的时候 那上层空间又涉及到一个什么 我是不是也得开一个1000个字节空间 把这个空间逐个逐个我考过来,我才能收得到 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无形中是不是又出现了什么 这个内存冗余度的增加呀,对不对 所以说函数返回类型,如果基本数据类型呢 我们虽然说从语法角度来讲,是可以返回成结构体的 但是我们从什么实际工程角度来讲 那么这样的返回方式,非常不利于什么代码的优化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容易度非常高的一个程序 所以对于这样的结构体,那结构体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这种什么特殊结构的连续空间 也就是说它的实质还是空间 既然是空间,就用我们后面讲的什么连续空间的方式 也就是用指针方式来传递 所以基本数据类型实际上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理解成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只传INT、CHAR、SHOT等等这样一种基本的标准类型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类型 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因为基本数据类型是最简单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深入一点 我们来写几个程序,咱们来看一下 你看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种规律 比如说你看我这样写一个 写这样一个函数声明 叫我们放大一点 INT、FUN,我们还是这样 这通过函数返回值 这是一种函数写法 第二种写法,我们这是FUN1,FUN1 然后这个地方讲到我们Return个10,Return个9都无所谓 然后我们又一个写法叫VUID,我不返回了 FUN2 然后我写成INT新P 那大家来看一下 这两种写法 这两种写法对我们乘上起下的概念有什么意义没有 你看这一种写法 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函数乘上起下乘上不管了 因为确实没东西对不对 然后起下怎么办 是不是函数通过Return帮我们把这个函数里面最后的一点信息 反馈给我 然后我的函数调用者怎么办 我怎么做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做 也就是我的Mile函数 比如这个函数声明 那我在Mile里头该怎么做 Mile函数里怎么做 这点我首先做什么 我要定一个INT A 然后我说干啥 A等于FUN1 这么一掉 是不是让FUN这个指函数有底层空间 帮我们初始化好的一个什么32bit的数 对不对 好,那么这是一种A的复制方式 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A原来在这个函数调用之前 A是不知道 或者这样说吧 A可能等于0 但这个函数调完之后 A我说怎么改变了 对不对 为啥很简单 A放在等号的左边了 对不对 好,这是一种 第二种看FUN FUN我们说还是AB 还是A 假的还是等于0 好 然后我们看 它的写法可以怎么做 你看 它的写法是变成FUN2 我把A的地质取进去 因为你是个星 对吧 所以取地质 那么我们来看 那这种写法 又代表什么意思 根据原来我们讲输入参数的一个 基本概念过后 INT型很显然是一种修改 对吧 反向修改一个基本数据类型的一种功能 那很显然你看 你看我把A的MIMPIRT告诉你了 那么这个函数一返回过后 我还敢保证A还等于0 不敢保证了 那这个A是不是也变了 看没有 就说这这种写法是不是也会让A发生改变 而这种写法是不是A也发生改变了 看没有 但是我们会发现它的效果会不一样 你看 如果我通过函数的返回值返回一个类型 那么是不是就是类型的是吧 一模一样的值 而如果我想通过输入参数 进行起下的功能 乘上起下 那么我们怎么办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要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指针 通过这个指针 就是说你要传递一个什么 这种类型的地址给输入参数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才能怎么的 才能那个就是操作 那个才能上层向下层进行修改 看没有 所以说我们说在之前的内容中 我们讲返回值实际上是乘上起下功能 但是这个乘上起下 也说你如果能通过返回值返回给我的 我一样能把这个函数给你改写成什么 输入参数传递的什么乘上起下的功能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比如说我可以这样理解 假设说我现在确实有两个数据类型我要返回 就说我乘上起下中我可能要两种空间要返回 那这时候我怎么做呢 因为你说我写不出什么写不出这样的代码 两个FUN 然后这个函数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确实没有这样的语法 对不对 也就是函数返回值只能返回一个数据类型 你是返回不了两个 也就是返回不了数组的 对不对 因为我说没办法 语法上不支持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考虑了 你既然返回值 返回值反正只能做一个事情 那我当然可以先写成这样函数明 int FUN 你不还差一个吗 怎么办 我是不是还可以int新一个 就是这个函数 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它乘上起下能力是两个 一个是改这个 一个是通过返回值是不是又改一个值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这样来理解 好 所以说通过我们这种基本的方式 我们至少能够给我们的第一个感觉 什么 就是原来我们函数的乘上起下中 其实语法角度来讲很简单 其实就是你要通过返回值给 好了 你就怎么的 你就是不定一个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类型的空间去接收它就可以 看到没有 但如果说我们是想通过上层空间去修改它 通过输入参数进行乘上起下的话 我们一样的 是不是还第一步还先申请个空间 对不对 然后申请完空间过后 把这个空间的地址是不是交给它 看没有 所以这种方式 这两种方式是一样的 好 那如果说你觉得对这个方式已经很了解了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再深入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又写一个程序 叫 int 新 fune 假设说有这样一个函数 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不管它为什么 因为现在连续空间没讲 但我们来理解 就是你函数能返回一个普通的 int值 你凭什么不能让我返回一个地址呢 对不对 很想象肯定是可以的 对不对 只是这个地址读内存的方式很特殊 是 int 对吧 就这么个意思 好 那我现在我的问题是 我现在要改写一下 改写一下 把这个函数改写成什么 我们用输入参数来给 你看怎么做 来我们先看 如果按这个函数 我们要写程序 怎么写 int mile 然后怎么做 咱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因为我们是函数的返回值是个地址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mile中 我们是不是就开辟一个 跟这个返回值类型一模一样的空间 然后干什么 接收它不就能收到了吗 对不对 好 那你看这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定一个硬特性P 你先不管P是什么东西 我们光从鱼发角的来讲 这个P的类型跟F1-1返回的类型 是不是一模一样 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这个P被改变了 也就是说P的值之前可能是指向空 或者指向一个随机值 但是F1-1这个函数 调用完过后 P已经指向了什么 一种特殊值或者一种其他方式 那到底具体指什么 这个我们后面来讨论 但是我们至少能认为 这样的语法是不是告诉我们 你指申确实指向了一个什么 一个东西 而且是由F1-1返回给我的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种写法 对不对 但现在问题是我现在想设一个F1-2 是通过输入参数来做的 我们看怎么样 一葫芦画片 你看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现在不想通过返回值了 F1-2该怎么设计 你本身应该返回成印刷新P 对不对 但实际上我们说你这个地方 能光写一个地址行不行 我们说光写一个地址 是不是修改这地址指向内容的方式 而我现在修改的是什么 是不是P里面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新 对不对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好理解 那我们再来写再来看 我们再写一个程序 还是一个程序 Mile 那我们来思考一下 比如我还是这样写int新P 然后我们说F1-2 好吧 然后如果我这么写程序 我的问题是 这个函数掉完之后 P是不是像我们刚刚这个函数一样 跑到一个指向了一个新的地方 是不是能不能这样来下这个结论 那我们说在我们前面所讲的 输入参数中已经给大家提到过 我F1-2中传的 你先不要管它是什么地址 它是什么地址或什么 你既然传的是P 也就是说P这个值 实际上是直传递还是地址传递 就P这个东西 P你先不管它里面是什么 但P这个值 我们传的是不是直 也就是我根本就没有对P进取地址 也就是说根本传的不是P的门牌号 而只是P 对不对 那我的问题是 这个函数完了过后 P变不变 我们说它是不是典型的直传递的概念 所以这个P百分之百不变 但P指向内容我不敢保证 但P是肯定还指那 对不对 因为原来是什么 它还指那 对不对 因为P改变不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何想而知 如果我现在你先不要管心 这个P是什么类型的话 我们只管心什么 如果只是个P变量 或者你这样来定义 硬特P 对不对 P要想变 原来是10 原来只向10地址 我现在想怎样20地址 怎么办 你是不是就该取地址 对不对 就是你对P的内容进行一个地址化过后 然后我再认为P的内容 我敢不敢保证 它还等于原来的10 就不敢保证了 对不对 而这样的FUNR 的空间 那么函数声明我们怎么说 因为P的地址实际上是谁 是不是印的星星P 是二维子人 对不对 所以说也就是说 通过这个例子 其实我们想把这个例子 再加深一点理解 就是说 当以后我们看到二级子生的时候 我们的想法其实还要理解成什么 是不是想去修改 变相的去指向了一个什么地址的指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好理解 那你就这样想 这种写法跟这种写法是不是一致的 也就是我减一个星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写了 这样写很好理解 为什么 因为函数返回了一个新的地址给我呗 那这个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翻译 当我们看到函数中传递了两个 也就是二维子针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认为 哦原来是上层函数 希望这个指函数帮我们更新一下什么 地址空间 也说地址原本指向一个1空间 现在可能变成2空间或10空间 对不对 是这样一种概念 所以说通过这样一个小例子 我们把它引申一下 引申一下 你再好好思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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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